慈禁内湖园区是临近大湖公园 周末假日本来就有很多散步运动的民众会前来 最近更因为计划案的议题 所以每天有更多民众登门拜访 而透过导览志工的详细介绍 为民众解开了疑惑 内参访团跟海外参访团的场次 指着电脑的形势力 慈禁内湖园区每年国内外预约参访人数 就超过上万人 负责导览的慈禁志工超过30位轮班接待 最近因为计划案来了不少意外的访客 所以其实很多民众都是第一次来 对 所以对整个我们内湖环保教育站 做些什么事他们完全都不知道 做了以后才知道说 哦 出座环保做到那里 分到那里清楚了 百文不如一件 许多民众走进园区 从建筑物 景观空间到回收分类 再到后端的资源再利用 志工们每天的行动 都是希望用环保教育的模式 以身作则保护大地 回去的时候 那个就是把他们所看所见 然后知道的这些东西 分享给他的周遭的人 然后大家一起来 再继续推广我们的环保 透过导览 让有心了解的民众 见证保护地球的用心 如果民众想参访磁禁内湖园区 不用预约 随时都欢迎 大安新闻彭书沛张俊伟 台北报导 在这些东西里面的行动中 在这些东西里面的行动中 我们的预约彭书沛张俊伟